到年底了很多人都蠢蠢欲动 想要买一台新车回家过年 那么我也问了一下我的朋友 究竟今年什么样的新车会打动他们 但是让我比较吃惊的是 他们居然不喜欢燃油车了 他们喜欢新能源车型 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 他们觉得很多城市不限好 与此同时新能源车型 电池技术又得到了进步 而且新能源车型都非常的智能化 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来到了小盆的体验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小盆汽车究竟有什么智能化的地方 会打动到你呢 虽然说小盆汽车最前沿的产品 是它的G9 但是我们这次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卖的很火的这款P5吧 首先从外观上来看 它的前脸采用了X Robot Face这种设计语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灯组其实是一个X形状 而且它的前大灯的日间行车灯和后尾灯 都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设计 看上去非常有辨识度 而且特别有科技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方面 它这里其实在左右两侧都有一个激光雷达 我们看到很多品牌 它都把它的激光雷达放在它的车顶的这个位置 那么小盆汽车为什么要把它的激光雷达放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第一个原因 它会看起来更美观一些 放到上面 是不是多少有一点违和感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放到上面的话 太阳日照的时间会影响它的工作寿命 放在这里 它的散热可能会更好一些 坐进小盆P5的车内 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了 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设计理念 整体感觉非常的简洁 而且它的座椅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采用了一个NAPA皮的座椅 整个摸起来质感非常好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心思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前排的头枕 采用的是一个航空头枕 两边角度可以调节 那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开车久了 特别累的话 它其实你停车休息的时候 也是能给你一定的支撑性的 那我再来看一下它的科技部分 它在中间搭载了一个15.6英寸的中空大屏 而且它搭载的是高通8155的芯片 整个算法啊 还有它的能力啊 都特别强 那么说完内饰 再来聊一下空间 因为很多人都非常在乎这个空间 那么本人身高1米67 那我把前排调到我比较舒适的位置 先来看一下头部空间 非常充裕 那我们再到后排来看一下吧 腿部空间当然是非常充分了 头部呢 相对于前排可能来说比较的挤 但是对于一个我这样身高的人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身高是1米8几 1米9几 那后排的头部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拘促了 除了我刚才说完的空间表现之外 小棚P5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 它就可以把前排的座椅完全放倒 然后你再加上一个配套的充气床垫 这就变成了一张床 如果你再加一个车载的投影仪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看电影看比赛 是不是非常浪漫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备箱的空间 它的后备箱开启方式还挺特殊 在这里有一个按键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后备箱的空间 整体还是非常平整的 然后在底下还有一个按槽 可以放一些东西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它的座椅不能按比例放到 所以你要放一个特别长的 类似滑雪板一样的东西 那你是放进来了 就有点遗憾 那么聊完空间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下小棚P5的智能化方面 刚才我们说到小棚P5呢 有两个激光雷达 除了这个之外 它还有五个高晶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传感器 四个环式摄像头 还有九个高感知摄像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亚米级高晶定位单元 那么这些就组成了 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的硬件部分 那么在软件方面 升级了X-POLOT 3.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 对行人进态障碍物 细小的物体的检测能力 全面得到了提升 而且对光线的把控更细腻 在黑夜 弱光 逆光 隧道 明暗 交替等 多复杂的场景都提升了 车辆的安全性能 这个系统拥有高速NGP-L 智能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的增强版 并在高级驾驶辅助地图覆盖的 与高速连接的 城市快速路河 城市主贯道 还有次贯道 它都可以实现 城市NGP智能导航辅助驾驶功能 那么在停车方面 它也有非常好的驳车性能优化 支持VPA-L跨层停车记忆驳驳车 那么智能技术不断的升级 电池技术也不甘落后 在这里可以提一下北方人的痛点 也就是电动车续航里程的问题 其实这个在之前 小鹏P5在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真心做了一个极寒测试 经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到 在零下30度以上的温度范围内 小鹏的电池可以正常工作 而且在零下10度以上的温度下 车辆会采用热泵系统进行空调采暖 所以大家再也不用害怕 冬天开空调太费电 从而坐在冰冷的车内开车了 在几年前的北京车展 我第一次看到小鹏这个品牌的时候 它还只拥有概念车 当时觉得小鹏汽车很聪明 没有想到只过了几年的时间 它不仅变得更聪明了 它还变得更贴心了 可能现在很多的传统品牌 还在为自己的历史而沾沾自喜 但是如果新能源车型 进化的还是如此迅速 那么我相信未来的汽车市场 将不会再给传统品牌 更多的好处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要一键三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